建多些房子 其中我们也批评过 就是说 为什么政府 没有决心 用土地收回条例 尤其是大规模地收一些 新界的农地 来作公屋 公共的用途 公屋的发展 那 我今天 就问了这个问题 就问那些数字 就是说 近97年到现在 有多少单 是政府用土地收回条例 而又是 被挑战的 这里就有一个 表 似乎这么多单 都是 政府赢 而且而且时间 都是 有些 准许都拿不到 有些 总之全部都是 政府赢 于是我们更加奇怪 为什么政府会 在土地 供应专辑小组里 我们觉得 他故意把土地收回条例 好像困难 放大了 就说到好像 会被人挑战很困难 等等 所以我就 就问了这个数字出来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我现在将时间交给 杨兆坚 首先多谢同仁生 问了一条 我相信大家市民都关心的问题 我主要是回应 几点 第一 今次这份文件 政府回应 证明了第一件事 就是林郑上次讲大话 或者刻意不道公众 说到收回土地条例 好像很大成本 很大风险那样 但原来 过去十年 我们一共有154单 即是平均一年 有15.4单 就是透过收回土地 去收地发展 所以这是第一点 每天都发生的 第二点是什么 每天都发生的事是什么 其实现在 包括文件 第三点提到 古洞北 粉岭北 都在收紧 在15-17年收了良单 而其实 今天还在发生 就是洪水桥发展区 所以 都还在实用收回土地条例 和村民说 收回作为火用途 那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林郑月娥 明知数据 这么确凿 为什么要 误导我们 或者自己特意记错 以她很打得的形象 以她作为发展局局长 没理由记错 过去十年她都在位 是不是 她是发展局局长 那我就给我的感觉 就像陶锦身正所说 政府刻意去到 降低 收回土地条例 那个 效能 或者向公众表达的时候 就说到收回土地 很有风险 很有成本 会面对司法上的挑战 所以呢 公私型合作 就是合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誤導 和一个错的逻辑推论 如果我们看回 第三点的回应 就是看回有关的数据 全部只要作为公共用途 根据收回土地条例 使用的要求 作为单一 就是只有一个条款 作为公共用途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十三项是建公屋 五十五项是市区重建 两项是新市镇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样东西 新界土地用新市镇发展 圈个范围出来 接着收回相关地主 我不理你那个财团 或是个别村民 总之这个 作为新市镇发展 按既有规矩 一路做就可以了 以至建学校 收桥补路 水渠全部 有八十一宗 总数就是一百五十四单 在里面 只遇过八单 施日复核 而八单政府都是赢的 这个是我上次出来 向公众表达的信息 政府是未输过的 而呢 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谋误点 就是说 用很长时间打官司 到最后呢 社会都是要承担责任 打几年怎么办呢 陶锦补手掌 这个表证明了 他是说错的 因为最长的那单 都是不够一年 短的那些呢 就直接申请不了 覆核 我希望强调这一点 也都叮触政府 在今次的土地大辩论里面 咨询文件 以至那个选择表 已经很有误导性 其中就着 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点 私人农地的发展 他只是轻轻带过 就是说 发展私人农地 没有用 没有讲到用什么方法 收回土地 还是公私营合作呢 我很担心 我也都在警告政府 不要在这玩招数 将收回来的信息 就说 这么多市民 觉得要发展农地 因此就是我们的公私营合作 这个没有这样的信息 我希望政府 不要扰乱视听 指鹿为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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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but I think the land biscuit is best way to do to regain all the land, all the abandoned farmland but Carrie Lam just emphasised on the PPP and it caused the general public to think about is there any conspiracy or is there any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 to the rest's interest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玩得更快 而不展示出很強烈的訊息 謝謝 有人想問 剛才議論是甚麼引導 即是引渡的条例就说 如果国马是牵涉香港、中国、美国的外交 或者其他地方就会认识 反而是有几个国家对你属天心的认识 其实香港是一国两制 而是外地和香港签的引渡协议 它是期望香港就会有自己的判断 我估计你所说的有位议员提及的 就是所谓一个叫国家利益 这个法律上是有国家利益 这个最后的杀手检 或者叫否决的理由 不过如果那个是真的国家利益 譬如某一个人犯 是疑犯是一个国家利益的层次 当然我不知道究竟那个是谁 我可以想象 如果那个叫令元城 我敏感一点也不怕说 如果令元城在香港 我估认他什么中南海的地图 秘密通讯的东西也有 或者什么等等的东西 甚至一些可能是国家的核弹机密 我想没有可能没有国家就不会运用这个否决权 不过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国家运用这个否决权 我想这个特首是需要告诉美国 甚至这个变成我相信是国与国之间 就是中国北京 中国大陆 和美国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案是否去到这个层次 但是如果我们很容易是透过香港 不清不楚不湯不水这样 就说好像是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的层次 而是去推了一个人家的要求 而又不解释 甚至也不解释这个是 因为是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的利益 而否决否定的 我相信人家就会很介意 香港的一国两政是实践的 是不是得以完整发挥